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住几十亭的房子 再说了 是你娶我 不是我娶你 我家鞋还留着盖我爹结婚用的呢 你家要这又要那的 你平时又手镯又项链的 我哪顶得住啊 我不管 你要了结婚必须得满足我的邀请 你带房子 你来赞到我的面 你凭什么呀 你一分钱都没花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我俩以后要是离婚了怎么办 再说了 我跟你结婚 我还得给你生个孩子呢 你可别拿结婚生孩子说事了吗 要谈生意啊 咱就好好谈生意 别长得像谈婚论嫁的人 走走走走走走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说话的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贵是两个家庭扶持一个新家庭 而不是他们家帮你家脱贫致富 你伤嘴闭嘴一人一年十几万挣着 你家有一年挣十几万的人吗 得了 就你的行情啊 上市场来去看看去吧 别着急 你四十岁结婚也不完 还能干啥啊 走啊 老公有事吗 老公有事吗 你在干嘛呢 跟同事吃饭呢 结个人呀 你干嘛 不是一神一鬼的 这不快放假了吗 同事一块出来吃个饭 放心吧 一会就回去了 挂了啊 你往回看 站住 老公 你们公司这么小吗 两个人出来一起吃饭 难道需要他喂你才能吃饱吗 你去我解释 解释个毛啊 你就不能给我点信任吗 信任 我信你还不如信一条狗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我没日没夜的给这个家天专家娃 内心想给你一个温暖的小朋友 可是你 你却在后面给我点火 你不是说爱我一辈子吗 不爱了 不怪今天啊 你给我当了一位老师 深深地给我上了一课 你别后悔 你别以为我离开已经活不下去了 他能给我想要的一切 你别高兴太早 钱呢 他是可以买来所有的鱼钱 但唯独他有一样东西买不到 那就是我对你这份真心 那我们离婚吧 行啊 车子房子都归我 我答应你 车子房子我都不要 我都给你 答应得这么爽快啊 你钱买身外套 钱没有了 我可以再去赠 同意的小朋友 因为天底下 好有一个车子 我不差一个 你站住 你没听见呢 不是我们都分手了 你能放过我吗 我没同意 听把你说分就分呢 我不喜欢你了 懂了吗 不是路易 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 那些天秘都是骗人的呀 谁是我骗你 你前段时间跟我说 跑我出去玩两天 结果呢 里面有三个男的 你现在跟男的出去玩 都不避着我了吗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再说了 你平时工作那么忙 都没有时间陪我 这就是你跟钱男友出去玩的理由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房子里面有你的钱男友吗 我跟他就出了三天 那算什么钱男友啊 你就因为这家小事就跟我分手啊 这叫小事吗 我那天给你打了十多个电话你接了吗 那我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 我就是玩太高兴我没看着 是啊 玩完之后呢 你去哪了 需要我把房证明拿出来给你看吗 不是那我不是跟我闺蜜住一起了吗 你能别总怀疑我吗 听你撒了这些谎我都懒得去拆穿你 平时我工作真的很忙 可是你呢 你看看你现在 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不是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是吗 那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说那些讲不讲讲屁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会后悔啊 不是姑娘 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也二十好几个人了 能处一下咱这好好处 不能处咱这各自安好 在手里那才是话 唱个围着转的 那是谁 不是杨哥你跟谁一伙的呀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让你帮他说话的 我不是帮他说话 谁跟谁说我还是能分情的 我告诉你陆一 今天不把话说明白他了 谁也别想走 我求求你 你放过我好吗 我已经好不容易 从咱俩放出那种感情中走出来了 你干嘛还要折磨我 你忍不了你那日 只要我没同意分手 就分不了 我真是受够了 我告诉你 今天这时候我分病了 我们结束了 你回来 你回来 不来 你到底要我说了多少呗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来我公司楼下接我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咋了 生这么大气啊 谁找你惹你了 你送一天外卖你不累吗 我累啊 我当然累 但是我见到你我就不累了 想起来坐我送你回家 拿什么送我回家呀 我买台新车 惊喜惊喜啊 来眼睛闭上 走这边 这边 我不看 不就是叫桑塔纳吗 我刚刚都看到了 这什么年代 怎么还有人看桑塔纳呀 丢不丢人啊 哎 你别生气嘛 你不觉得人这扯 弄得很复古吗 你站这儿来我给你拍一张照 你有病吧 你别碰我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来接我了 我谢谢你了 不是干什么呀 咋了哄不好了是吧 你有气 你干嘛要冲我撒呀 你不觉得你只要穿成这样子 你跟送外卖的很丢人吗 来我公司楼下接我 你这衣服啊 这怎么了 这有多丢人 咋了你看不起送外卖的 对 我就看不起送外卖的 啊 行 那你跟我说 我要开一个什么样的车 我才配过来接你 你看看呢 新款保时节 你看到吗 看到了 怎么了 什么意思 我家里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对象 我那相处了两天 我觉得他挺好的 开个新款保时节 相处了两天 你跟我说挺好的 嗯 那我是什么 我是谁啊 我你男朋友 你搞搞清楚 咱俩还没分手呢 你跟别人相亲 你把我当什么 那我们现在分啊 我心里以后不要再来纠缠 我信心 你 你是认真的是吧 对啊 行 你记住了 好吧 我绝不纠缠 这车是你的吗 对啊 怎么 那那个呢 我有说那是我的车吗 我站那拍个照片不行啊 我说给你惊喜 你一副笨不带反的样子 什么意思啊 那你都开得起这车 那你还送什么外卖啊 不是你张口闭口算 我闲得很 行不行 我闲得发花 我出来体验生活不行吗 还有我告诉你 别张口闭口算外卖的 知道吗 都是靠双手针钱 这个职业不可耻 我错了 别碰我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觉得你的工作很高贵吗 能不能原谅我 为什么要原谅我 你别碰我 已经分手了 那边 往那边看 保时捷等你呢 找他去 可是我只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 你跟我在一起 你配吗 我真的想好好跟你在一起 滚 哎你工资多少呀 9,870 你工资还不到1万 嗯 说呢 10万 天哪你知道吗 开10万的时候月薪不到1万就是下等人 是要被淘汰的 你听谁说的呀 网上啊 网上动不动您入百万千万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键盘侠 吃个泡面都舍不得加火底肠 那一上网摇车一遍变成了霸道总裁 敲着键盘指点凉山 毕竟吹牛不用上睡啊 给他100键盘 他能拥有全世界 不是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真有点钱 如果他们不找个地方显摆信啊 就浑身门手 什么人在美国刚下飞机走到今天全靠自己 可他们不会告诉你的是 他们去美国的钱是他们家里给的 不光网上 我朋友圈也有很多有钱啊 是 你点开朋友圈不是十花酒店 就是米其林餐厅 不经意见的 还要录出手表 豪车方向盘 你打开短视频 发现都是这男俩女 他们不需要工作 天天旅游吃好的 这个世界好像一下子有钱人变多了 赚一个亿都变成小红标了 月薪一万都不配结婚了 我就纳闷我们国家 真有那么多有钱人吗 就是 有钱人就是很多啊 有钱人确实有 但打绝不是大多数 2020年上半年 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1,655元 其中工资收入13,232元 就是说城镇居民平均月薪才2,201元 中国有5亿人没用过马桶 10亿人没做过费 12亿人没有车 13亿人没出过费 80%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3000 你口中的随便月入1万 全国只有2%的就业人口能达到 在农村 贫困标准是2300元 不是月收入 是年收入2300元 而这种水平的人有多少呢 4000多万 相当于一个辽宁省 2019年湖准财富报告显示 家庭总资产含长含房 600万以上的家庭 为富裕家庭 有494万户可以达标 占不到全国的0.3% 月入8000 就已经进入了全国前5%的行列 可是北上广平均月薪都有一万多啊 你和马云工资一平均你都约入百万了 平均没有意义 世界上最有钱的26个人 比世界上最没钱的38亿人加起来还要多 师傅 您月薪多少 嘿嘿 我领带散吧 那我怎么看街上那么多豪车 因为街上开过100辆普通的车 你不会注意 你只会记住偶尔罗过的那1%的豪车 开10万左右的车才是中国的大多数 我就要买豪车 你工资多少 有钱 多的屁股穿的都裤衩了 开什么的车不丢人 打中脸充胖子 你懂什么 那是面子 和人家比 永远又比你更有钱的 我们只要和自己比 自己变得比 原来更好就行 毕竟生活是为了幸福 而不是为了胜负 对 吃 你别去了 你别去了 这么晚出去食堂能做梦 不然呢 你再这么怀疑一个 那你就别在一起了 来啊 欢迎来 我吹过你睡过的晚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肉梦初心般的两手共红 心也可恶 明昊 那我吹过你睡过的晚风 是否看过同样附近 想 啊 继续 好有量啊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那客服吃饭呢 啊 继续 哈哈哈哈 啊 吃点好呗 啊 啊 啊 干嘛呢 你闭嘴 少说两句 如果有人欺负你 我拼得命 但你自己都不真心自己 我该怎么办 我收够你了 我 钱钱钱你不用 工作工作你没钱进 整天就骑着那个小破黄车 守着那个破工作 这不是刚起步吗 况且 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 这都今年了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 我都说了 一定会好些 分手吧 我过够了 上个月钢铁 本来是要在你生日的时候 当做惊喜 现在 不用了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 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 我 从当初到现在 我一直拼命努力 满脑子都是你 我想给你好的生活 所以我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工作 可你呢 满脑子都是利益 满脑子的算计 怎么 我对你很差吗 哎 好了好了 就当我没有说 我刚刚说的都是计划 你不要当着 你饿了吧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不漏了 从今往后 我们各奔前程 一别两款 却不是那一刻 就星空了 大男 我问你 你为什么抓我追到一半不追了 我太累了 追不动了 你满意了 我看你是广假 因为我爱上别人了吧 我跟你说过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你在家把劲不都追上了吗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进度桥啊 我哪知道我是追你追到百分之九十九了 还是连百分之一都没追到呢 我哪知道你是真心考验我 还是吊着我玩呢 世事没回应 渐渐没潮落 我跟你这算是什么 全天下的女的哪个不慢热 那些男的一追就同意的女的 你觉得是正经人吗 人家咋叫不正经 一见钟情两情相悦 看对眼了在一起 有什么问题吗 我知道 你从第一眼看到我 就知道咱俩不可 你明明不喜欢我 就一直给我希望 是因为你想像那种高高在上 被人追的优越感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是想跟我在一起 还没有就是想吊着我 我不够用心 三个月前 你说你发烧 我坐着火车几百公里去看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什么叫爱了 我去的时候 连风都是甜的 当我拿着药 拿着鸡汤 到你家来看你的时候 你放下酒杯 说你没发烧 只是想考验一下我的真心 我回来的时候 孤独的像条狗 也是真的 那我当时就是想考验你啊 我有错吗 那你之前打电话跟我说 你家里出事了 急需十五万 我当初兜里就两万块钱 我到处之前 我把车都卖了 当我把钱错够给你送过去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说了什么吗 我 你说对不起 当初在KTV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 当时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好我承认是我不对 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种玩笑了 行了吧 有你那么开玩笑 说你捉都轻了 你那就是贱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我有你们说的这么难追吗 女追男隔成沙 男追你隔房隔车隔彩里 隔你哥隔你弟 隔你男言知己 隔你男闺蜜 还要隔你那朗朗上口的满脑子同鸡汤 别拿你那化妆技术 还有你那磨皮瘦脸大人特效 骑人啊 那就是有别人了吧 你确定才能比我强 你怎样啊 我四肢健全勤朗勇敢健康踏实 就因为追你 我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 咱俩还没在一起呢 你关我要了多少个包了 一个人的付出 那叫牺牲 两个人的付出 你才叫爱 如果你想让别人追你 也得配得上别人对你的好 凭什么你什么都不付出 就享受着别人对你的好 凭什么你一边 用着我的东西 用着我的钱 一边又发在闺蜜区里嘲笑我 凭什么我要问了一个陌生人 不停地捉紧我自己 凭什么 凭什么你认为 你一转身 还会再 我和你闹闹鸿 我这想要个iPhone 13 Pro Max 人家家男朋友书买就给买了 他死货都不给我买 你这不刚换一个手机吗 你现在这个分期我还没还完呢 我就是想要啊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当然爱你了 我刚毕业一个月才三千多 我真的不是很能买得起 不是很能买得起 意思是不买了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上个月我不是刚给你买完一个包吗 你要是真想要 咱再等几个月行吗 等什么等啊 再等几个月十四都除了 谁爱又十三呢 你到底买不买 不买给我摸摸鸡 扯什么买包的事啊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想看你什么态度 看你到底爱不爱我 现在我明白了 在你眼里我还没有一部手机值钱呢 要不你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不买就滚 要不咱俩分手吧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早就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分手了 我什么人啊 我有十块给你花十块 有一百给你花一百 还不够啊 那你不给我买手机 我拿什么给你买啊 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块 分期也不行 等也不行 还得全款给你买 怎么我还得借钱给你买啊 那你没钱谈什么恋爱啊 你说这话你脸不疼吗 我没钱就不配谈恋爱了 没钱谈恋爱是让别人扶贫吗 那家家一分钱没花 收礼物收到手抖 你看看我呢 给你买衣服买鞋 买护肤品 不想让你天天邋邋遢的 让你住住哪儿形象 你还嫌我烦 是 你给我买一套几十块钱的衣服 我就得还你一套上百元的游戏皮肤 你给我买个几十块钱的口喷 我就得还你套上千元的护肤品是吗 你说说 你给我花点钱超过草莓数吗 我 你别冲动 你们都先冷静一下 刚刚说废手是不是骗我的呀 我知道你不会生我气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给我吃得死死的呀 所以无论你怎么做怎么闹 我都会原谅你的吗 但我告诉你 你这次越界了 我说什么了 你怎么了呀 我是男生 我应该付出 但不代表你只索取不回报吧 以爱的名义来绑架我 然后不断地试探索取消费 你这样真的很自私 我错了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没闹 咱们分手吧 哎呀你别靠人家车 你把人家车靠坏了 你赔得起吗 不是这就我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别来工作了 还接我 你怎么听不懂呢 为什么 你穿成这样很丢人 这里是高档鞋子喽 高档鞋子喽怎么了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 我只是下班没来再继续 去换吧 我求你了你快走吧 我不想让我同事看见 我跟一个修车子 拉拉扯扯的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你男朋友呀 我挺大路远过来接你 那你现在不是了行吗 那你什么意思呀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别碰我 你把话说清楚吧 行 说清楚 你看这厅场这么多车 哪一个见你朋友的 不是好车你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 今天二十六了 我家里天天都在催婚 我都不敢跟他们说 男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 怕他们笑话我 我们也可以一起努力嘛 我凭什么浪费我自己的保卫时间 跟你在这扯呀 你看 那是我今天相信对象 你看人家再看看你 你修一辈子之后 都买不起他开店的宝马 你也太不拿我当的事 我们还没分手呢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行 那我们分手 你既然给不了我想的生活 你别来纠缠我 你这车 怎么 你修车了怎么能买起这车呀 和你有关系吗 难道呢 你 请你不要用你那个恶心的眼光 去揣测别人 其实我非常谢谢你 要不是你啊 我很难看见你这个人 我错了 我们好好在一起吧 不会叫我下次了 你配吗 我也不 有身体已经太执着 爱你是我的错